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这看似平级的环境底下 竟然住着一群特别的生物 它们叫做硫磺怪芳蟹 竟然芳蟹这个纯度达99.5%的这种硫磺块 竟然下面躲了好多只螃蟹 我们回来鉴定才发觉它应该算是世界新种的螃蟹 我们把它命名叫做硫磺怪芳蟹 龟山岛是一座活火山 逐渐有许多的热泉喷口夹带着硫磺矿木 和有毒气体不断的喷发 温度和酸度都很高 生物也特别少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硫磺怪芳蟹 在这里生活呢 这是因为它们拥有能够对抗硫化氢 等有毒物质的生理构造 这些有毒物质会使得像是 以螃蟹为食物的鱼 章鱼无法靠近 找了天敌 硫磺怪芳蟹就得以安安稳稳的 在岩石缝隙中栖息繁殖 我换算那里大概有一千万只的螃蟹 这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是奇迹 那我想说这么恶劣的环境 它怎么活下来 要喂饱这么多的硫磺怪芳蟹 靠的就是海洋飘雪 所谓的海洋飘雪指的是海中的浮游生物 随着海流来到喷口上方 当有毒的硫磺烟雾 硫化氢 和超过百度水温向上喷发时 会直接杀死经过的浮游生物 然后像是飘雪一样团团落下 所以石怪芳蟹就会全群结队的 在海床上疯狂进食 因为要赶快吃一只 会怕等它水一清的时候 可能有这种其他类似者会来吃它 看到熬角不会去咬的 所以它没有攻击 所以它是用躲藏的方式 不像像螃蟹会一种打斗行为 龟山岛海域特出的生态系统 让台湾特有的硫磺怪芳蟹得以依赖生存 也吸引了国际海洋学者的关注 四面环海的台湾 想必还有更多样的海洋生态 等待我们慢慢发掘